大家都订过外送美食 但是您遇过外送医生吗 在偏乡或者是远山部落 由医师 护士以及志工组成的医疗团队 会带着设备 药品 甚至健保卡 刷卡机 到病患的住处去看诊 但是有的医师外送距离很远 从出发到目的地 至少要两个小时 大家检查一下那个器材有没有带齐 然后那个居家医疗的器材 身体洗衣水有带 蒸汁在 蒸汁在这边 听诊器 血压机 健保卡机 确认好看诊装备都带齐了 医师 护理师还有社工 没有在诊所或是医院等人上门 而是上了车从据点出发 我们现在是在嘉义的阿里山 而且是非常深入的阿里山 好山好水的地方 从嘉义市区来到这里 就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现在海拔是已经高达了1200公尺了 那可以看到整个路程也是非常的崎岖 现在我们就跟着医疗团队脚步 一起到第一个个案家 我觉得他最近好像 势力好像有比较下降点 看东西好像比以前比起来又更模糊 在阿里山山头弯啊弯 慢慢长远的路途时间也没有浪费 在车上医师更新着个案的状况 才好到达目的地之后 能够快速精准的对症下药 阿姬最近还好吗 这走路有一点毛病 来 我帮你 膝盖帮你稍微动一下 这样子还好 今天的阿姬精神还算好 看不太出来今年82岁的他 其实脚不方便 视力也非常不好 还有高血压跟蜜尿的问题 两年前这个家才惨遭注容 是靠着各界的协助才完成了重建 是阿里山的经济边缘户 平时是由社工带领送药 还要医师每个月的定期追踪诊疗 家有在喝吗 你的杯子在哪里 你的杯子在哪里 已经破掉了 破掉了 你还跟我说 你回家有在喝 水要多喝一点点好不好 因为现在冬天天气比较冷 你水喝得少的话 你看血压变高了 不只追踪身体状况 生活起居细节也得要盯 医师用笔电同步记录 像是这样一个点团队就要停留至少15分钟 而一天至少有三到五个点得要跑 看看高山部落中 一半以上都是经济弱势 年轻的一代为了生计 白天需要外出工作 偏乡交通又非常不便 在阿里山上高龄长辈会自行开车的 仅占了百分之十 无论是采买生活所需 还是生病就医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都有困难 就有看到说 有照护者觉得说 病人可能最近比较四岁一点 或是稍微咳嗽 但是我们来看 发现说他们有一些低血压 休克的情形 甚至帮他们听诊发现 他们有一些肺部感染肺炎的情形 需要马上做紧急处理 远居医疗这个部分 其实前几年就有推动 可是有些个案的家中 他们收讯讯号还是很差 加上有时候天后的关系 家中的长辈很多都是高龄的 他们很多没有一些3C的手机 加上的话 一些高龄的长辈 他们有时候听力可能会比较不好 可能会影响到沟通的品质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 医疗团队不止把爱送上山 还进一步把爱送到家 除了远山部落长者需要照顾 这样的倒宅诊疗其实全台各地都有需求 刚刚前面看到的阿里山 是台湾数一数二高的倒宅医疗服务 那现在来到的地方 是台湾最东的倒宅诊疗服务 新北市共疗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新北市这个资源相对很丰富 但其实这里也有偏伤的地方 这也是共疗区卫生所 这是偏向一个卫生所 那因为这附近没有24小时的医院 所以我们有一个职责 做24小时的紧急医疗服务 那这附近也没有医疗院所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 一般有密班门诊 地理环境 临海背山 是全台医疗资源 不充足地方之一 而光靠当地一间固定的卫生所 也是绝对不够的 卫生所主任林医师 就在将近20年前 把行动医疗诊监带着走 走入需要的家庭里头 阿苏你三人准备一张发送的 要注意一张喔 很重要喔 那个最近有防胆 肝肝看起来是没问题 可是它胆管有大一点点 拜科技进步所赐 可以随身的医疗器材越来越多 超音波机 血氧机 串接轻量化检验器材 减轻携带医疗装备的负担 让不用一定要到医疗院所 才能够进行医疗行为 差不多十年有了 因为自己开车嘛 还要很远 一个钟头啊 还要开到长根去啊 还要在门诊还要等 不方便 不过除了身体状况的诊疗 各岸的生活环境 也是在宅医疗的观察指标 跟着团队的脚步 我们来到更深远的共疗 OK吧 看完卧床的伯伯医师没有离开 而是进到他们的厨房 打开冰箱又摸又闻 就怕坏掉的食物被吃下肚 因为这个个案是老顾老家庭 吃的东西我会偷偷吃看看 所以阿嬷看到我就会拿东西要给我 就以为我是爱吃的东西 其实我在吃的吃 它东西能不能坏掉 那我会用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这东西其实坏掉的 你叫它丢掉 它舍不得它一定不会丢 我就会故意装出很好吃的样子 所以阿嬷就把它包回去吃就好吃了 它就取代他们可以在中心煮 不要把坏吃坏东西再继续吃 在我们访问医师的同时 阿嬷正在跟护理人员们聊到天南地北 因为阿嬷学法的陪伴 所以当我们来的时候 她可以讲出一些话出来 那我们再待一点五分钟十分钟 她可能把心生里面的苦处 或是她没有讲出来的事情 她会告诉我们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要走的时候阿嬷有时候会泡茶 或拿个水我给喝 不管她杯子多张 我们都会尊重她这杯水 因为这杯水也许是她这个月 我们是唯一的客人 这是不带诊间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盗宅其实是全面性 在照顾一个人的全环卫的方式 而随着超高龄化的社会来临 盗宅诊疗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根据卫福部统计资料 2016年居家医疗照护人数 来到了7675人 在串联推广之下 隔一年就冲到了3万人 每一年都呈现高速成长 最新数据是已经突破8万人 需求的人数其实是很高的 但是这个在人力的安排上面 当然就会需要有更多的帮助 热忱是很重要的 尤其这种服务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社区的工作者 守护健康刻不容缓 不管是高山还是领海 又或者是在都市中的独居老弱 也不能够被遗忘 着眼全台在宅医疗能量 还得要持续加强再扩大 记得新闻何佳阳 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